好 我們來看一下選擇題的第一題 他說X與Y的對應中合著 Y是X的函數 Y如果是X的函數應該可以找到1對1的對應 來看一下A選項是不是X是1的時候對應到一個Y是-1 X是3的時候對應到一個Y是0 再來看到B選項 這裡X是5的時候你會發現沒有對應東西 所以A不是Y不是X的函數 再來看到B選項 X是-3的時候是不是對應到4 X是-2的時候是不是對應到-4 是不是1對1 對應到一個 所以B可以 來看一下C選項 C選項的話你會發現X是1的時候對應到2 X是2的時候也是對應到2 可是X是3的時候對應到3之外也同時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4 有沒有 同樣都是3的時候一個對應3一個對應4 所以這個就不是 好再來看到珠選項 珠選項也是一樣 X是2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同時對應到3個 對應到3對應到4或對應到1 所以上C跟珠都是1對多 Y就不是X的函數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二題 下列合者函數圖形是一條垂直Y軸的直線 垂直Y軸的直線 X在這裡 Y在這邊 垂直Y軸的話 是不是圖形是水平的 所以你們自己去選一下哪一個圖形是 畫出來是水平的 這個記得喔 它就是水平的是不是就是長數函數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呢 它要請你去解這個不等式 那在解的時候呢 記得就是要消掉分母 所以在這邊呢 可能要請你們先同乘以6 所以6去乘以2分之2X 減掉6去乘以2分之1X-1 然後去畫減就可以得到答案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題 第四題的話呢 比較難 那我先講一下 這一題 A的範圍呢 是不是要先 先把它 先從題目給的2A的範圍 變成A的範圍 那因為呢 多了兩倍 所以在這裡 我會把他們三個同除以2 是不是就得到A的範圍 那A的範圍是介於2分之1跟-2之間 那你就試想一下 這個範圍的A帶進來這邊 既然有絕對值出現 要看絕對值可不可以直接拿掉 是不是要去判斷絕對值裡面的正負 所以呢 假設我們把這個範圍的數字 你可以放0進去 0加3是不是正的 那正的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絕對值拿掉 所以我就直接把絕對值拿掉 那來看到這邊 A-1 那這個範圍 如果去-1 比如說我放0 0-1是不是-1 得到的是不是負的 拿掉絕對值的時候 記得要變化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他的答案是多少 再來看第五題 第五題的話呢 一樣可能就是請你們自己 要去把X的範圍解出來 然後看他最大的正整數解為多少 好再來看到第六題 第六題啊 這個在上一張考卷已經有講過了 通過-5-6平行X軸 這一題已經出現過很多次了 請你們先把-5-6標出來 X-5-6應該在這邊 好通過他且平行X軸 平行X軸圖形是不是長這樣 那這個是什麼函數 是不是常數函數 那這個長數函數會等於多少 我自己判斷一下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 第七題 第七題呢 他說Fx是為一個一次函數 帶-6進去的時候大於0 帶-1進去的時候等於0 所以可以藉由這個關係 X帶-6大於0 是不是點在這邊 X等於-1的時候 函數值會等於0 是不是在這邊 -1-0 然後一個是-6 然後大於0 所以如果連起來的圖形 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A選項 假設我帶3進去 X等於3的時候 是不是點在這裡 應該是小於0 帶0進去的時候 X帶0的話交點在這裡 應該也是什麼 寒數值是不是也是小於0 再來帶-2進去的時候 X帶-2的點在這邊 是不是大於0 寒數值大於0 那X帶2的時候呢 是不是在這裡寒數值小於0 所以這一個是不是對的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八題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八題 第八題呢 他說X帶0進去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0加b 得到的答案是2 011 然後題目又說帶F1 好圖形畫出來 X帶0在Y軸上 然後得到的寒數值是02011 然後帶1進去的結果 會大於什麼 帶2進去的結果 所以帶2進去會比較小 帶1比較大 比較大的是不是點 畫的位置比較高 比較小的話的位置是比較低 所以圖形連起來是不是長這樣 那不會通過地底相限 請同學自己判斷一下 好再來第九題呢 只是簡單的解X 所以你們自己看一下 怎麼去解這個分數的X 是不是記得把分母消掉 左右要同乘多少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十題 第十題的話呢 他要請你把X的範圍解出來 怎麼去解 是不是先同減9 再同除以3 這個題目也講過了 同 先同減9 好了之後再同 除以3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第十一題 第十一題呢 他說正整數F of x滿足 F of x加1 會等於F of x加6 如果今天x加1 如果今天x加1進去 好 從這裡呢你們可以想一下 如果這個裡面要是1 x要帶多少 是不是x要帶0 那x這裡帶0的話 是不是0加1 那這裡後面的F of x 是不是也是帶0加6 所以這邊F of x 所以這邊F of x 是不是就等於F of x加6 所以是不是可以得到F of x就等於 可是他答案出來 帶1進去應該要得到的是5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知道F of 0 呢 -1 然後接著呢 題目要的是F of 5 那我們就不用去推這個 直接推F of 5就可以了 如果這裡要F of 5的話 這個x是不是要帶4 所以是不是F of 4加6 所以F of 5 是不是等於F of 4加6 那F of 4是多少 是不是F of 3加1 然後這裡是不是F of 3加6 再來再往前推 是不是F of 2加1 是不是等於F of 2加6 再來F of F of 1 F of 2的話是F of 1加6 那F of 1不是5嗎 所以這邊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推出來 這裡是5 5加6 所以F of 2是11 11加6的話是F of 3是17 然後17 F of 4是17 F of 4是17 所以這裡就可以帶17 所以是不是知道F of 5 就是23 3 17 24 21 11 17 17加6是23 好 所以F of 5就是23加6 好 再來我們來看第23題 23題呢 他告訴你這個點在第三項線 所以表示2x加5是不是小於0 所以x的範圍是什麼 然後下面自己判斷一下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あー 1 3 3 感谢观看